柯文哲被羈押第五天 按照北索規定 平日可以讓收容人放風 但今天體感溫度高達三十六到三十八度 柯文哲就算待在室內 恐怕也讓他非常煎熬 在沒有冷氣的看守所 就連室內都上烤箱 據傳柯文哲遭收押第一天 就熱到打赤箔 天氣熱又悶 柯文哲最期待的 不知道是不是另一半 陳佩琪親手做的菜 十點一到準時上菜 這是柯文哲今日特餐 早餐吃青粥跟豆干 午餐則有紅燒豬肉 炸雞翅跟玉米蛋花湯 但未必合阿伯胃口 開放送菜的星期一 陳佩琪一早十點就報到 據瞭解在三名女性幕僚陪同下 陳佩琪送了礦泉水兩道菜 還採買了生活用品 沒有特別變裝 人低調躲過媒體 待了二十分鐘就離去 進化飲食就是其實人都要天天五到七 所以我常常會去東門市場 買了一大坨的菜 過去陳佩琪在專訪中 就曾強調營養均衡 他也曾經透露 柯文哲最喜歡他做的菜 是九層塔炒蛋 陳佩琪也曾說常炒青菜 蛋跟豆腐讓婉歸的柯P補充體力 上週陳佩琪帶兩樣蔬菜 一份滷味給柯文哲解饞 但對阿伯來說 禁錮的生活對身心靈都是挑戰 放棄抗告後 羈押期至少還有兩個月 陳佩琪的溫馨送菜日子還長著呢 三立新聞在新北中央報導